飞红女巫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飞红女巫也叫新红女巫 原名叫旺达将哥马克西莫夫 在原著漫画里是万磁王的女儿 是一个欧米嘎级变种人 拥有强大的混沌魔法 但是在电影《每对二》中 飞红女巫的力量来源设定 改为被心灵宝石赋予的超能力 可以控制和读取他人的想法 知识二 在原著漫画里旺达曾差点消灭所有变种人 在漫画中旺达一心想要个孩子 但是奈何患是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为了生下孩子 旺达将两片莫菲斯托遗失的灵魂碎片塞进自己的肚子里 用魔法创造了一对双胞胎 但是后来莫菲斯托夺回了自己的灵魂碎片 旺达的孩子也会时不时的就会消失 这也导致旺达精神失常 还引起了复权者哥埃斯战警和万磁王的战争 旺达为了阻止战争说了句再无变种人 导致数百万人的变种人最后只剩下数百人 知识三 飞红女巫和凤凰女作为目前电影里出现的最强的两个法师 飞手女巫的混沌魔法和凤凰女的凤凰之力 经常被粉丝们拿来比较二者之间谁更强 其实在原著漫画中的设定里 旺达的混沌魔法和操控现实的能力是凤凰之力的克星 知识四 在电影《复仇者联盟3》里 旺达因为患事被灭霸杀死 面对丈夫的离去 愤怒的旺达爆发混沌魔法 在《复仇者联盟4》里一人单挑灭霸 一击打断了灭霸的暴君屠刀 还差点手撕灭霸 之后再聚集旺达与幻世 正式觉醒并熟练运用混沌魔法 再加上旺达寻情记里修炼了黑暗神书 在电影里单挑并吊打整个光照会和卡马太极所有法师 综合以上的表现 旺达的实力是目前漫威电影宇宙里最强的超级英雄 知识五 在电影里旺达和幻世的感情十分顺利 两人也十分恩爱 妇联众人也没有觉得旺达和一个机器人谈恋爱有什么不妥 但是其实在漫画里二人的恋爱却遭到了其弟弟快音以及鹰眼的反对 快音反对是因为他是个解控 不想姐姐旺达谈恋爱 更不想他是跟个机器人的幻世谈恋爱 而鹰眼的反对是因为他在心里也爱慕着旺达 知识六 电影里旺达的扮演者伊丽莎白奥尔森和灭霸的扮演者乔什布洛林 二人曾一起演过电影《老男孩》 电影里二人有丰富的感情戏份 但是古学的是后来二人才发现 飞鸿女巫是灭霸的女儿